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感谢神今天早晨 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来敬拜神 追求神 刚刚在敬拜赞美当中 我感觉神让我看到一个房子 我想是一个家 不管是位置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们 也许这些日子家里有一些震动 有一些不安 很多的争执 很多的吵闹 可是 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刻 要在你的家周围 要用祷告成为一个属灵的篱笆 用祷告的篱笆来守护你的家 我相信当我们更多的为我们的家 我们这样来举手 来祷告 来相信 你的家就可以得蒙神的保护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 关于怎么样可以拥有 卓越杰出的生命 怎么样可以拥有 卓越杰出的生命 那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讲卓越杰出 那就是表现嘛 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讲谦卑啊 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就是要 就是这种默默地做 左手做右手 不要给右手知道 然后就是他讲卓越谦卑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觉得 我们很少人会想到 除非有些人 当然有些人他们比较特别 就常常觉得自己 自己 有的人真的是蛮卓越谦卑的 蛮卓越杰出的 可是有的人也不怎么卓越杰出 可是自己也觉得蛮卓越杰出的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 可是有一些人 其实你是很卓越杰出的 可是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 默默地平凡地过完我们的一生 可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祂有摆下 有放进很多的潜能 很多的神要借着你 因为我们依靠神 或者说我们用信心有勇敢 我们依靠神 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卓越 成为不一样 可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只是普通人 我们只是平凡人 或者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我们不是那一类的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 就默默地就在一边这样 可是我是觉得 有人你会这样想 可能是因为你不了解 什么是卓越杰出 当然我们今天所教导的 跟世界所讲的卓越杰出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是要用圣经的角度来看 而我自己觉得 卓越杰出 说的是一个人外面的表现 可是你的外面表现 你的行为 你的成果 人家怎么看你 我自己会觉得 也许世人 他们会去上一些课程 一些教导 你要怎么样讲话 你要怎么样的沟通 你应该做什么 让他们好像成为 有点卓越 有点杰出 与众不同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外面 就是我们不是追求 人家的肯定 而是当我们自然的 好像我们的生命 我们呈现出 那个卓越杰出的时候 别人自然的可以看见 你的生命是跟别人 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杰出 卓越 究竟它是从你的里面 从你的内心发展出来的 不是接受特别的训练 不一样 所以呢 卓越杰出 我觉得你的生命 怎么样可以卓越 怎么样可以杰出 我觉得那个秘诀 关键是在于你的态度 你知道你的生命 你可以不一样 你可以一个人的服事可以成功 或者你的事业可以成功 我自己觉得是跟 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的 神可以这样子的来使用你 建造你 可是神在意的是你的态度 在旧约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有一个王 叫做扫罗王 这个扫罗王 神一开始 因为百姓说 立王立王立王这样 所以神说好好好 为他们选了一个王 看起来还不错 扫罗刚开始他做王 他还不错 他一开始也很谦卑 神拣选了他 他就不好意思 应该不是我们的家族 我们没什么背景 应该不是我 他很谦卑 可是他没有继续谦卑下去 所以他的开始 你看他有很多的问题 他其实当时神拣选他 不管他的外在 高大 英俊 各方面 都蛮好的 神为百姓选择 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我们一个人 他可能一开始很好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学习 就说怎么样地培养你的内在 你的内在 去注意你内在的生命 对不起 一个人可能从很好 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糟糕 所以扫罗就是这样 刚开始也许也很好 可是渐渐他有很多的问题 他的不顺服 先知撒末尔跟他说 要这样做 你要等我来 我们才献祭 可是有时候 你看他害怕 所以他没有顺服 自己就献祭 又很担心百姓 就离开他 反正就发现 他生命很多问题 那时候去打仗 仗没有打完 他就宣告说 随便讲话 这个仗如果没有打完 大家都不可以吃饭 谁吃饭 就杀谁这样子 所以而且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还有你看他的老我 他不太容易原谅别人 很计较 你看他一生 他就追杀那个大尾 一直地追杀他 这样子 然后他有时候 我觉得他也是 好像没有什么能力 当歌利亚在那边 叫嚣的时候 他好像也没办法 他自己在自己的帐篷里 在那里 爱声叹气的 因为也没有 百姓也没有人敢去打仗 那自己他也没有出去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王 就是很多 我们的不安 我们的紧张 我们的计较 我们的不安全感 各方面 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 如果我们没有 好好的追求主 这些东西 我们本来这个人 刚开始还不错 可是渐渐的 一开始神制作你的生命 神充满你 神也使用你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 继续在主的里面 东西没渐渐的 我们这个人 就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后来神就要换一个 换 就是要再选择一个新王 我们知道神就选择这个大卫 那大卫其实 在人来看 我们就觉得 他也不是 可能我们中间很多大卫 因为人看我们 都觉得我们不像王 他爸爸都不觉得他像王 所以这么大的先知 沙摩尔来了 然后要来他们家选王 好像立王 可是问题是 他爸爸根本就压根 就没有想到这个儿子 所以就把他七个儿子 全部都一排站 让这个先知来选 可是先知 看这个也不错 神说不是 看那个也不错 神说还是不是 这个也不错 神都说不是 后来那所以 那就没有儿子了 这七个都选过 主都说不是啊 而且神还责备 这个沙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在英俊 就是还有身材高大 神说人是看外貌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这个先知就问 这个耶稀 大卫的爸爸说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 他爸说还有一个 可是那个绝对不是 作王的材料 就因为你知道 有的人觉得 我们绝对不是 作王的材料 我们绝对不是那种 卓越的啦 优秀的 讲到这种都不会想到我们 我们不是那种 闪光灯下的这种人物 可是就觉得 神不是这样看我们 你也不应该这样轻看你 不论你的年龄 是什么样的年龄 在每一个年龄 神都希望我们 可以活出卓越 神都希望我们可以杰出 大卫神为什么选他 就觉得因为神知道 这个人他是个勇敢 他是个忠心的人 他在为爸爸牧养的日子 也许爸爸根本就忽视他 反正就叫他做 也许其他的哥哥也不愿意放羊 反正至少大卫很顺服 他就放羊 你说那天沙默尔来到他们家 这么大的事情 大卫不知道吗 我觉得肯定他也听说了 总是有一些管家 或者家里的仆人 大家都念念念 今天家里好热闹 要什么什么 因为沙默尔来 也要办一个好吃的 就是请客 就是先知来 就是一个祝福 会想想这种消息 不会传到大卫耳中吗 我觉得会 可是圣经上都没有提到 大卫那个时候在旷野 他就很哭泣 他就很难过 觉得爸爸不公平 爸爸不爱他 爸爸忽略他 他都没有这样讲 圣经说他好像 继续在那里放羊 对不起 这个讲的是 当然圣经也没有说 他有怨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 爸爸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爸爸竟然没有叫我来回家 参加这个家宴 那一定有爸爸的想法 所以他也没有多想 你知道这个 我自己真的觉得说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即使别人 有时候刻意地 打压我们 伤害我们 可是神这些 都看在神的眼里 神看见这个人 是忠心的 是顺服的 爸爸说什么 就什么 愿意顺服谦卑 而且他保护这些羊 当有熊 有狮子来伤害的时候 他会出手 还会保护他们 所以神知道 你连这些动物 你都会保护 那么我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 我如果交在你的手中 你一定也会保护他们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当然 大卫那天受高 他还是等了好多年 他才坐上王位 可是这个标签 讲的是 你的身上有一个命定 神给大卫的命定 就是命定他 要成为以色列的王 就这边你知道 在你的身上也有命定 不管别人怎么样轻视你 不管你觉得 你的事业 有多么的不成功 别人在你的身上 贴什么标签 可是重点是 这一些不应该影响你的态度 有的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被人家踩 踩低 或者被人家抹黑 被人家伤害 我们里面就有个不好的态度 只要我有一天 我有能力 你们就给我试试看 有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 受伤的一个感觉 就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待我 我再也不出门了 我把自己声音起来 就觉得说我们在受伤的情绪里面 它就影响我们的态度 我们里面会有一些产生不好的态度 可是神多么希望神的儿女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所经过的是什么 人家怎么样的伤害你 抹黑你 你的原生家庭有多么糟糕 神都希望你仍然永远有一个好的态度 在你的里面 因为那个会影响你的人生 对我今天你知道 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外面的行为怎么样 是跟你的内心 是印象神的话说 我们心里所想的 我们嘴巴就会说出来 你心里的态度是什么 你所活出来的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会影响你的行为 可是如果你的态度是对的 对我今天人生会是成功的 你看那个戴德森弟兄 他在15岁的时候 因为神给他一个呼召 他知道他有个命定 他知道神要他去中国宣教 他里面就有一个好的态度 他觉得既然神 要使用我去中国宣教 所以他也不晓得 什么时候要去 可是他就预备自己 他在自己的国家 他就开始 因为自己的国家 当然比中国那时候 还比较落后 不像现在比较强盛 可是他就开始学习 吃中国饭 拿筷子 外国人都是拿刀叉的 所以拿筷子就是不容易 可是要训练自己 所以木板窗 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怪不得他后来成为 中国宣教之父 这就是一个态度 当我们从神领受 当你知道神 神是看中你的 你在神的眼中 你不是一个鲁蛇 你不是一个失败者 那这个会影响你的态度 见神这么看中我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地 来回应我们的神 对我姐妹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 主要你改变我的态度好了 我也不想要有 这种不好的态度 神你来改变我 可是我发现神从来 不会用这种手段 逼你 强迫你 我觉得神好像常常 在我们不能够 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态度的时候 我觉得神 他就给我们一个空间 神好像想让我们自己 好好想一想 你这样做对吗 神给我们一个空间 神没有立刻介入 说你给我转过来 我觉得神好像不是这样 所以当那天路西佛 你看见当他 他多么期待说 我要像上帝一样 得到人们的尊崇敬拜 他里面有个骄傲的灵 神没有立刻出来阻止他 我觉得神好像希望 给他一个空间 让他自己回想 你作为一个贵为 作为一个敬拜的使者 敬拜天使 天使掌 你这么的尊荣 你为什么 好像没有想到神 给予你的这么多 这么的丰富 神这么爱你 你还想要去 窃夺不属于你的 我觉得神希望 给他一个空间 让他自己去想 可是路西佛没有嘛 最后他就被 重重地摔到地上 该隐也是这样 他跟这个亚伯 神喜悦亚伯的奉献 的献祭 神不喜欢他 该隐他没有去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神不喜欢我的 这个献祭 比较喜欢这个该隐 他没有这样想 他有一个不好的态度 为什么 神不公平 同样都是献祭 神就看他有 看我没有 神就喜欢他的 神吃肉 你知道很多不好的态度 在我们里面 所以就会引发出 可怕的一个事情 他把他杀了 他自己的亲人 他把他杀了 你知道神多么期待 我们有个空间 好好地想想 为什么神喜悦 亚伯的这个献祭 神希望我们反省 我不够留意 神的心 我也来改变 我会效法 这个人这样 那我愿意效法他 我跟他一起 我也愿意 逃主的喜悦 他没有这样想 他把他想差了 想偏了 我觉得很可惜 以少为了一碗红豆汤 他不要长此的名分 他说我热得要死 我累得要死 我不能喝一碗汤吗 长此的名分 那是什么啊 对他来讲 那不重要 他轻看了神 给他的尊荣 可是我就发现 神真的很希望 我们有一个时间 神都没有立刻 每次我们有想差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常常没有立刻的 就告诉我们 好像就是 就门训我们 骂我们 你不可以这样子 太骄傲了 你怎么这么的 都没有眼见 神都没有这样子 就连尤达 为了三十块钱 把祖卖了 你看就在那个时刻 我们的神 他仍然没有 立即地去介入 去改变尤达 所以对方这边 说实在 讲的就是 神给我们一个空间 这个态度 不是神跟你讲 你就会改变你的态度 神跟我们讲过多少次 对方这边 有时候我们的态度 我们觉得 我们脸拉不下来 我们觉得我们很受伤 所以我们的态度 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也不想 改变我们自己 对方这边你知道 一个人的态度 除非我愿意 让神来改变 不然没有人可以改变 有的时候有人会说 牧师啊 帮我丈夫祷告 让他不要我外遇 让他早点回家 让他可以帮忙带小孩 帮助我老板给我加薪 帮助我太太不要那么凶 对方这边你知道 这种祷告 当然我们可以祷告 可是你一定要明白 祷告不是一个 给人家下咒语 主啊 就是让我 让我丈夫不要外遇 不是这样子啊 有时我们以为 那是好像一个咒语 牧师你还祷告 我叫灵要他 我丈夫就不会有外遇 你丈夫有没有外遇 当然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去留意 我的家发生了什么事 夫妻之间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我怎么样可以 让我自己更可爱 或者有些状况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祷告神 可以来倚靠神 可是从来不是说 在那边下咒语 回来 不可以爱外面的女人 回来 从来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改不了他的态度 什么时候你的先生的心 回转过来 他看见我的太太 我在改变啊 或者说 有的时候是我们先改变 我们的态度 有些东西才变得不一样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物 叫做但以理 他说 这个但以理 他有美好的灵性 而且是超乎其他的 总长跟总督 所以妄想力 他治理通过 就是把他 但以理就是把他 放在那个国中 一个国中 这个巴比伦王 这个国家里面 最高的那个 除了王以外 算最高的这个位置 那 可是这里讲的 为什么 但以理按照道理来讲 应该王啊 不会选择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是俘虏嘛 为什么 我们要栽培的人 都是我们本地人 那种外来的 这种空降 我们当然不会用这种的 可是因为他的生命 他太杰出了 可是 所以让王 他历经三任的 这个君王 他为什么 三个君王都重用他 对我姐妹 那个关键 他可以这么杰出 这么的卓越 就是因为他有 美好的灵性 可是这个美好的灵性 对我姐妹说的就是 他有极好 有非常好的态度 所以你知道 当你有一个好的灵性 我们的灵性越好 就是你的生命会更像神 所以你所呈现出来的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论我们是年轻人 是年长的 或者说我们是重年人 都一样 你一定要有美好的态度 上帝才可以使用你 不管在教会 在神的家 在社会 在你的职场上 所以卓越 可是有时候卓越是什么 其实卓越说的就是 你的职比别人好 你的量比别人多 你的工作超越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 而且超越你自己 有的人上班工作生活 就觉得刚刚好就好 你觉得反正没人看 也没人注意 我就一个月就拿这么一点薪水 我还给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觉得我就是刚刚好 就是好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也不会在意别人 我不在意我年终拿多少 我也不在意我的抬头 我的身份地位是什么 我不在意 我觉得人生平平安 过完结束就结束了 可是弟兄姐妹 你真的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会错过很多的恩典 因为神在你的身上 神是有一些恩赐 有一些潜能在你的里面 这可惜有时候 你太轻看你自己了 所以你觉得我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在我的办公室 在教会 在我的家族里面 成为好像神的器皿 成为那个卓越 成为那个杰出 就觉得你可以的 你知道就像 如果你知道杰卓越 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扫地的 你是一个扫街的 那你的态度 就要好像米开朗基罗 在画画一样 所以当天使 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 他会说 哇 这个人你看 他扫地扫得多好 他扫地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 就什么是叫卓越 这个德瑞莎修女 我们知道她在印度的加尔各达 她在那里服侍穷人中的穷人 她也服侍孤儿 服侍那些可怜的人 那很多人都觉得 她很棒 她觉得哇 这个人真的太棒 很牺牲 很奉献 大家羡慕她 可是大家有的就不想效法她 这样 东西们也许我们不需要 做得像她这样 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讲的是那个态度 那个态度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最感动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自己说 他说我服侍每一个人的时候 服侍他们 不管是这种濒临死亡的 是孤儿 是穷人 我服侍他们 看他们每一个人都像看耶稣一样 就是他用服侍耶稣的态度 去服侍他们 弟兄姐妹 这个叫做卓越 可是这个如果你没有美好的灵性 弟兄姐妹 你就做不到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不想要卓越 也不想要好像杰出 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 你的生活上班迟到无所谓 而且我们容易找借口 天气不好 交通不好 然后工作 为什么工作量这么多 然后怎么会拖拖拉拉的忘东忘西 做事也没有组织 然后弄不好都觉得 都是别人设一个陷阱给我 都是别人在老板面前讲我的坏话 黑我 别人都嫉妒我 这样 所以都没有人 好像因为这样一些不好的环境 所以我都没有办法升迁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态度 他所想的都是别人错 别人错 别人错 他都没有想到我自己的问题 可是你知道神真的不要我们这样 做这样的人 总是觉得愿东愿西 或者我们就躺平在那里 神希望我们 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里面有上帝的DNA 我们的上帝多么的卓越 多么的杰出 所以神也期待你要卓越 你要杰出 你不管做什么 你做一个小组长 你不只是聚会中 分享一下 而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关心他们 了解他们 你做一个辅导也是这样 不是只是来啊来啊 来打球啊 来聚会啊 来玩啊 来啊来 我们来灵修 不只这样 而是真实的了解 他们现在有没有恋爱的问题啊 他们的情绪啊 他们跟父母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这个叫做卓越 好像我们 比我们本分该做的 我们做的再多一点 而且不是人家要求我们的 是我们愿意 我们的里面 而且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一生 我们很愿意 我的人生 我不是只是为了赚钱 来浪费 出卖我的灵魂 我的体力 我的时间 我很期待 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 对 这边你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 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这个世代 有多少的人 你知道在你周围 在你旁边 你所能够接触到 有很多人 他们在痛苦当中 他们软弱 他们无助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人隐藏他们自己 让人看不出他们有问题 可是卓越是 当你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你就是 神会帮助你 借着你的生命 去影响他们 去帮助他们 把他们从这个黑暗当中 把他们拉出来 带他们回到天父的家 也领受这样的祝福 让他们生命 可以得到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 足运是这样 足运就是 你要超越你自己 你知道你最大的敌人 不是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最大的竞争者 你最大的敌人 弟兄姐妹 就是你自己 你要超乎你自己 有的人 普通人就觉得说 我只要平凡 这样子 我只要不要碰到 任何麻烦就好 我也不想要找事 事也不要来找我 这样最好 可是我觉得 一个卓越的人 不怕事的 而且他也不会觉得说 我这样刚刚好就好 他总是期待 自己可以更长进 在自己现在的状况里 他总期待 可以有一些改变 我想到 连娜玛利亚 有的人知道她的故事 她生来 没有手 也没有一只脚 只有一只脚 只有一只脚 就是 生来她只有一只脚 那是一个残障者 可是他没有觉得说 我这样就很好啊 你看我这样一生 人家 我要去哪里 就有人来推我 然后我要吃饭 就有人 每一天就送饭来 我都不用做任何事情 反正我 因为我就是残障啊 我就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我当然需要 大家都来帮助我 因为我是一个残障者 我觉得他没有这样子 他虽然生来是这样 上帝给我一个 这样的身体 那我做什么呢 我不想要去哪里 都要人家来推我 弄我 要学开车 所以呢 他就把方向盘改一下 然后呢 他用 利用这个抑制啊 就开始来驾车 就是你可以明白 这些残障没有办法 好像让一个人觉得说 我这样子就好 因为我生来就这样 他有理由觉得 我生来就这样 可是他不愿意 那我要吃饭呢 我也不可能 每一天都 拜托人家给我送饭送饭 那我就学做饭 就觉得我们有好手 我们有两只手做饭 都不见得好吃 可以用一只脚做饭 那怎么做呢 可是他做到了 因为他不甘心 我就这样 我可以学习 我可以 这就是卓越 我们愿意试试看 我们可以来依靠神 那总 我算是个残障 总还是可以有点兴趣 是好 学游泳 游得那么的好 还得到了游泳冠军 上帝给他一个好嗓子 所以就唱歌 来去帮助那些灰心沮丧的人 所以有时候去世界各地 就这样子寻回演唱 来祝福他们 对不起 他说这一切的力量 都是从神来的 他说我可以这样 是因为上帝的力量 在我的身上 是这样来依靠神 所以对不起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不能够卓越 我不能够杰出 因为我生来就是这样 对不起 这个就是 你 其实那个不是 那个就是一个 不是正确的态度 你应该觉得 我生来是这样 那么神一定有他的计划 或者说 神一定会给我 更大的力量跟恩典 我可以突破 对不起 这是卓越 你看亨利福特 我们知道他发明汽车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FORM这个车子 也很普及 可是他在 因为是九世纪 他的生活的环境 家里是做农夫的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跟爸爸 有时候会 就是卖菜 卖东西 所以会坐马车 他们去到城里 然后再回来 所以他常常会有个想法 说 他觉得说 这个很多东西 可以用机器来取代 来发动 那么马车也可以 所以有时候 他就会分享 旁边的大人 就会骂他 就是说你不要 不要想那些 有的没有的 你就好好地 做一个农夫 我们家世世代代 我们都做农夫 可他心里就觉得 应该不是这样子 他可以 所以他开始 他就去学 去学做 做学徒 去学这个机械 然后晚上一直在研究 在思想 这个机械可以怎么样地改良 后来我们就知道 他成功地 就发明这个汽车 所以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是这个汽车普及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卓越的态度 他觉得应该 不是这样 我不要停留在 现在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 不是很好 可是我想要超越 就觉得你很满足 你现在这个状况吗 我自己好就好 我一人保全家保 我只要顾好 我自己就好 可是你知道 神真的摆了很多 在我们周围 你一定会接触到 有些可怜的人 伤心的人 破碎的人 神让你遇到这些人 或者神让你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只是生老病死一辈子吗 我不觉得 我相信神不是让我们在地上 受苦受难 结束我们的人生 神要让我们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活现场里 神要使用你 神要让你知道 你是神所造的 你很卓越 你很杰出 只要你愿意 上帝可以帮助你 所以有两个正确的态度 是你要了解 你才能够活出 卓越的生命 首先你的外表很重要 当然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说 我们注意外表 可是外表 仍然很重要 当你期待 我们是卓越 杰出 可是我们说的 这个跟你所想的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可是在《但一日以书》 第一章 第四节 我们看见 但一里 因为他有美好的态度 他有杰出的灵 所以他的工作 他一直被提升 到总理 是很高的一个地位 可是我在说 按照道理讲 他是最不合适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俘虏 人要再怎么选 不会选他的 我在说 我们如果要提升 我们一定是提升本地人的 可是 因为他里面 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 对不起 你要知道 使人身高降低 都是 都在神的手中 没有错 可是另外一方面 只要我们愿意 神可以帮助我们 成为卓越 成为杰出 但一里书第一章 第四节 这里讲到七个重点 讲到但一里 为什么 他的外表 是怎么样的杰出 他被拣选的 七个条件是什么 这里提到就是他 年少没有残疾 相貌俊美 通达各样的学问 知识聪明俱备 而且能够视力在网宫里 他们就选了 他们这些人 要教他们 迦勒底的文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 但一里他被选了 有七个条件 所以这个七个条件 我们从外观来看 基本上他都是 都是 都是 外观来看 都是从 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表面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条件 我们 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拥有的 第一个讲到 没有残疾 没有残疾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了解 但一里的身体 是健康的 换句话说 因为健康 健康 对我姐妹 我们这个人需要健康 那你不只要健康 而且你要保持健康 我相信上帝在教会里面 他医治病人 可是除了医治 神要医治我们 可是上帝很想让我们知道 除了医治 还有一个更好的祝福 就是上帝想要你健康 就觉得我们生病了 我们当然可以求神来医治 可是你如果可以活得健健康康 我们一生都没有生病 不是更好吗 有一个弟兄 他在教会里面 他就常常做这样的见证 每一个礼拜都有见证 他就跟弟兄姐妹说 上礼拜 上帝医治我的偏头痛 这礼拜 上帝医治我的脚扭伤 还有之前 上帝又医治我的胃溃痒 每一个礼拜 他都上台做见证 所以后来有一天 他的牧师就跟他说 弟兄 你为什么不保持健康 你不要常常生病啊 你常常生病 怎么努力工作呢 弟兄姐妹 对 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 当然有时候 有些疾病是天生的 或者有时候 就是我们 如果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还是生病 我觉得那是一件事 可是如果有些疾病是 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吃油吃辣 好像随便的 好像饮食也不睡觉啊 这个没天中 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 让你的身体不好 那我觉得我们对主 我们有亏欠 因为身体是圣灵的电 但是一般来讲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渴望我们外面 我们的外表 我们可以结出 弟兄姐妹 健康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身体生病 好多事你都不能做 不是你不愿意 而是有时候 你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要祷告神 祝你把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 第二 带你被拣选的条件 是讲到它相貌俊美 相貌俊美 弟兄姐妹 你知道相貌俊美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孔 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因为你生了就这样子嘛 那当然有人说 现在这个时代可以 我们去美容啊 做什么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脸 可是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我们讲的是 弟兄姐妹 外表你是不可能改变 也不一定要去改变 但是我们说的是 你要整齐干净啊 相貌俊美 每一个人 弟兄姐妹你知道 当我们这个人 我们不见得长得很美丽 可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人 是很干净 很清洁的 比方你要留意啊 你的头发 是蓬头购面的呢 这种蓬头乱法 还是你的胡子有没有刮 还是说你的衣服 有没有皱皱的 有没有味道啊 这些 如果我们常常留意这些 让我们不见得 好像说 每天穿的这种 好像这种燕尾服啊 什么 不是说这个 说的是 你就是要整齐 要干净 那服饰人之前 你要注意 有没有刷牙啊 那跟人家谈话 讲话 为人家祷告 这个都是 但是如果气味不好 就对服侍的人就不好嘛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这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 第三 讲的是有智慧 你看 戴依里他有上帝的智慧 所以 人们都解不出来的东西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那你说那智慧就没有办法 我们智慧生来就已经决定 弟兄姐妹 我觉得你生来 没有办法决定你的智慧 是你又没有倚靠主 才会决定你的智慧 所罗门 显然 他生来 他的脑袋就是那样 可是他为什么 现在他可以 变得 一直到现在 就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着 没有人比他更聪明了 就是因为那一天 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跟神说 神啊 有这么多的百姓 要照顾 要来带领他们 可是我是年幼的 我不知道怎么样做 我怕我做不好 我需要智慧 所以神就加添给他智慧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生来 你的智慧就这样子 可能只有五十 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主啊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事 主我在工作上 我常常遇到困难 主求你加添我智慧 给我恩典 主就给你加到六十 你继续祷告 加到七十 加到八十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会是一个杰出的人 一个杰出的人 如果说他完全没有智慧 那就会误视 很多事情就会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需要智慧 这个智慧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 另外 你要有高度的学习力 在我们刚刚的经文里面看见 那圣经并没有说 但一里他拥有很高的学位 可是却说他有着各种学问 代表他读很多书 所以东西里面 我们有的人 从学校毕业以后 我们就把书本丢了 我们都不看书 我们就追剧 因为追剧比较不用动脑袋 这样子 我们的情绪就跟着个剧 哇 就是很会演这样 然后 或者我们就打 看那个动漫 或者我们打手游 我在说 如果有的时候 你要适时地休闲一下 也没有关系 可是你 最好 我们要养成 也看一点书 看一点书 一些属灵的书籍 或者多听一点讲道 这个都会帮助我们 因为东西里面 如果说 我们都不读书 也都不那个 你很难去服事人 这个人他有功课上的问题 他有人际关系的问题 他跟他父母有冲突了 或者这个生意人 他有麻烦 你怎么帮助他呢 因为他讲什么都听不懂 你都觉得我都没有经验 你不一定要有经验 可是你至少 我觉得你要知道说 我可以借着学习 我可以了解 有一些状况是什么 然后我们比较能够 有东西可以来帮助人 对你是个祝福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没办法 我书就只读那些 你读多少 那不是重要 重要是 你有没有继续的 学习 那这是重要 你看约翰·牛顿 他就是写七亿恩典的作者 当然他也是 后来神大大的使用他 可是他以前 因为他妈妈死得很早 七岁之后 他妈妈就死了 所以他就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他的人生也很乱 就是放荡 吃喝 赌片 就这样子 有人拿福音单张给他 他就会把他丢到地上 踩踩踩踩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那一天 三十岁那一天 因为在船上遇到风暴 求神啊 求神救他 救我 我就服侍你 神真的救他 那他也真的服侍神 可是我要讲的是 因为他的生命是这样 他一生只读过两年的书 只读两年的书 可是他开始 就是知道自己不足吗 所以利用其他的时间 读神学 读拉丁文 读什么这样子 来造就 来装备自己 所以造就 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 帮助别人的人 你一定要装备你自己 不管你是读书 是聚会 各方面 我觉得都听讲到 这些都会帮助你 别人已经领受的 然后来分享 你就把它装在你的里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学习 要常常 让有学习 那这会帮助你可以 更加地接触 另外但以理被选择的 这个第五个条件 就是他明察事理 明察事理的意思就是 非常地谨慎 而且他有警觉 他非常地主动 非常地主动 但以理他不只是一个 跟随者 我觉得他是一个领袖 对我姐妹领袖是什么 领袖就是他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对这边神要让我们 成为一个得胜者 一个得胜者是他有能力 他可以专门来解决问题 很多人会发现问题 这个小组有问题 这个教会有问题 那个人有问题 那个家庭有问题 这个问题 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来 但是 同学们 神要找的 不是那些很会发现问题的人 神要找的是 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当我们能够解决问题 同学们 你是一个解出的人 不管你在职场 你在教会 在任何地方 我相信 所有的长官 上师 他希望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人 他有能力 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我问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 真的 那怎么办 老板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他才问你怎么办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可以了解 可是当我们 是能够解决问题 我相信 你在职场 在教会 神就可以使用你 在其中 也可以更加地杰出 另外 但一里被选择的 第六个条件 讲的是 他有能力 服侍 所以但一里 他是视力 在王的旁边 他在那里服侍 所以第六个条件 你知道 我们也要求神 帮助有能力 那当然有时候 你要装备自己 能力 如果说 我们都没有装备自己 那要做这个 你也不行 要做那个 你也不行 可是如果你装备 你自己 有时候我们 怎么样来做一个辅导 怎么样来陪谈 怎么样来发单张 或者在公司里面 你怎么样来带一个团队 你怎么样来解决问题 当彼此之间 有冲突的时候 那你在其中 你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对了 这个能力 我自己觉得 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 因为这个能力 是一个不怕事的能力 而且神会帮助我们 知道 因为你能够明察事理 你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要知道 那个顺序 你要知道 怎么样来处理 对我解决 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就是 杰出的人 他就是有能力的人 就是一个卓越的人 但是我在说这个能力是从神来 我们可以来依靠神 得到这样的一个能力跟恩典 另外第七点 很快我们提到说 这个但业里 他被拣选的第七个条件 就是他有好的沟通技巧 他有好的沟通技巧 当然他在那里学习 这个迦勒底语言 所以他在那边 语言就没有问题 所以他可以跟人有沟通 所以如果你渴望在你的职场上 你可以杰出 这边沟通很重要 有的人就是不会沟通 夫妻不会沟通 就常常吵架 吵架 吵架 最后就冷战 然后就离婚 或者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职场上 不会跟人家沟通 所以你就会发现 好像我们常常会被老板 好像就误会 或者被同事 就觉得说 我们就是让这个团队 就是每次拉下去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害群之马 可是有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 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说 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事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就不会讲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这个华人的脸 有时候我们又严肃兮兮的 就让人家觉得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人家就觉得 我们白脸色给人家看 所以就很多误会 很多误会 到最后就觉得 算算 换一个工作好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在家庭 我们如果可以这样 有一个好的沟通 我们夫妻之间 儿女之间 或者我们跟公婆之间 基本上我觉得 不会有问题 你知道一个杰出的人 他一定有能力 他可以沟通 因为沟通 说的是 你处理事情 弟兄姐妹 你有能力 你有智慧都很重要 可是要讲出来 你要能够讲这个事 是让对方可以明白 你要讲什么 不然你讲一个事情 或者你讲得 哇 头头是道 可对方就是不明白 你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你自己又弃个半死 所以这个沟通技巧 怎么样 把一个难的事情 讲得简单 通顺 又让对方可以了解 而且又可以去执行 都觉得这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祷告神 主啊 因为我们的主 就是最会沟通的人 所以你看主 他可以服侍小孩 服侍病人 服侍老人 服侍妓女 服侍税吏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的主 可以跟他们沟通 所以我们的主 可以把福音 把天国带给他们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当你有一个 好的沟通能力 弟兄姐妹 你在公司 你在教会 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问题吗 不会有问题啊 因为你里面 你会有自信 你知道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事情 就深入浅出 让对方可以了解 而且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祷告神 求神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说话 说得清楚 不要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的喉咙 好像卡住一只青蛙 所以有时候 我们就觉得讲话 就结结巴巴 就不知道怎么讲 当然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 也是没有办法 有的人 有的人天生 就真的可能 比较不会讲话 但是你就是祷告神 主啊 你来帮助我 那神就会帮助你 提升你 渐渐你会发现 你也可以学习 看人家怎么沟通 渐渐的 这样子 我觉得上帝 就会帮助我们 当然也许有人说 我们讲这个 说外表 有这个七个重点 才会 就是 外表的着欲 有这个七个重点 因为但音以理 是因为这个七个条件 被简选 我们有时候想说 那我们教会讲这个 我们又不是企业家 也不是公司 讲这个有用吗 对方姐妹很有用啊 我觉得我们的神 他有时候 就是把一些事情 讲得很细 你看在生命纪 第四章第五节 这个摩西 他告诉百姓 他说 我照着神所吩咐的 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可以遵守 对方姐妹你知道 律例典章 从圣经里面 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律例典章 讲的不只是属灵的律 在圣经里面 神教他们 穿什么衣服 怎么穿衣服 而且神告诉我们 吃什么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是不洁净的 神告诉我们 什么地方是可以去的 什么地方是不好的 是不洁净的 神所忌讳的 神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不要我们这样做的 所以神把这些 讲得很清楚 彼此之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样相处 你如果仔细读圣经 你会发现 哇 神讲得很细耶 可是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个人 就是可以圣洁地 活在神的面前 这样子 那当然 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的外在 这个部分 可是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 为什么说外在 这个七个重点 而且我觉得 这个七个点 七个条件 我们都可以达到 只要我们愿意学习 我们都可以达到 那有一些是神 可以增添给我们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 倚靠神 神会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外表的杰出 而且为什么 我们外表需要杰出呢 其实 总而言之 不是说是让你可以 升官发财 让你在职场上 好像更多被提升 通常也会 可是 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一切是为了福音 神要让你杰出 让你卓越 是为了福音 可是刚刚我提到说 你外在可以这样的卓越 是跟你的内在有关系 如果你内在 没有一个美好的态度 我们外在不可能 我们没有一个美好的态度 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 好像这样子来倚靠神 我们不可能外表 有这样的一个卓越 可是我为什么说 这跟福音有关系 因为人们 不会 不会从你的内心世界 看到神 人们看见你身上有神 常常是从你的外在 你的大方 你的美丽 你都不像我们那些 职场上的朋友 那么小气 而且这些 他们看见你的善良 他们看见你怎么处理你的婚姻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 大家动不动 一下结婚一下离婚的 可是你在婚姻危机当中 你怎么样地倚靠神 好像可以度过这个婚姻的风暴 你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怎么跟你长辈相处 大家都觉得 这个婆媳的问题很大 可是你却可以依靠神 好像让婆媳之间的关系 像母女之间一样 这对人来说 就这么可能 我们都觉得赶快跑 都觉得现在的长辈 有时候他们觉得很恐慌 可是发现你不是这样 你怎么做到的 他们很好奇 这都是从外表来看的 他们看见年轻人 跟父母的关系 大家现在都不理爸爸妈妈 觉得他们就是唠叨唠叨 就是代勾 可是怎么可能 我的同学你看他 跟父母之间 像朋友一样 他们很稀奇 他们觉得很好奇 你们怎么做得到 基督徒的家庭 原来是这样子 生意人在他财务上 怎么样的兴旺 就是很缺钱 金主都不知道在哪里 透过祷告 我们要倚靠神 神让我们这个事业 起始回生 神把金主 神把这些业务都带来 他们会很好奇 基督徒怎么可以 受到这样的祝福 所以人们就来问你 你说信仰的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怎么可以 变成今天这样 你的婚姻 怎么可能维持这样 这个都是他 从你外表的 这些杰出 这些卓越 他们看见 所以他们就会 引起他们里面的 那样的一个感动 他们就很想 我也想来认识你这位神 但是 我再说 你外面可以这么的 杰出卓越 靠你自己的力量 做不到啊 所以你需要有内在 内在的卓越接触 你的内在 讲的是 你怎么样可以 有那个美好的灵性 有那个非常好的态度 就说你的内在要卓越 你的外在 这些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 对不起 就都不会是问题 好 所以你的外在 怎么样可以卓越 内在怎么样可以卓越 第一个 就是你要属灵 对不起 你知道 属灵 这件事情是没有人 可以逼你的 是你自己 真的我们被神来吸引 当然今天我讲了很多 弟兄姐妹 当你更多的亲近神 你更多的被神吸引 你知道在神的国中 神有很多的宝贝 神有很多的礼物 要给你 可是因为我们不够靠近神 弟兄姐妹 你就看不到 神那里有什么礼物 什么东西是 神为我预备的 因为我们离神很远 可是如果说 我们明白 当我越靠近神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外面的卓越 你甚至不用刻意的 去想什么 神就一点一点的 就坐在你身上 你说但以理 他这么卓越 因为这七个条件 他被拣选 他有一开始 刻意为自己设计 我要很聪明 我要 我要这个 要长得很帅 我要怎么样 他没有啊 他只是 他只是很爱神 因为他很爱神 所以神让他成为 卓越杰出 这七个条件 神就制作在他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很爱神 你知道你里面 就会卓越 就会杰出 人们是怎么样来看 但也里 他们说但也里 有知识 聪明 可以圆梦 在他里头 有美好的灵性 他可以解谜语 可以解疑惑 然后呢 慈世杰说 他里面有神的灵 心中光明 有聪明 有美好的智慧 弟兄姐妹 你知道 我们里面 有神的灵 就有光明 而且会有聪明 有智慧 你可以圆梦 你也可以解梦 一个靠近神的人 他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心力是什么 圣灵常常充满在他身上 可是如果我们 没有靠近神 弟兄姐妹 你里面不会有 什么智慧聪明 也不会有光明 为什么有的人 里面充满了黑暗 充满了负面的想法 弟兄姐妹 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们离神 太远了 所以看一个事情 都把它看成负面 把它想歪了 把它想宁了 但是如果我们 更多地靠近神 你就会替别人想 他会这样 可能是他家庭的问题 或者也许他这样 你会有更多的体恤 会有更多的怜悯 会有更多的慈爱 如果我们更多地 这样来亲近神 但是 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样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逼你 你需要你自己 愿意 主要求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你需要自己愿意 我们有很多时间 可以追求神 你等捷运的时间 不要滑手机 花一点时间 亲近神 回到里面 亲近神 你等厕所的时间 你走路的时间 有的时候 你去买菜 做什么事情 你都有时间 回到里面 仰望神 亲近神 祂就培养你的灵命 让你可以更多地靠近神 最近有的人常说 我没有时间追求 我没有时间聚会 你不是没有时间 是因为你把你的眼目 都放在这个世界上 手机看别人的 这个 有没有最近的动态是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吃什么 玩什么 所以你忙坏了 一晃眼 你发现 我已经滑手机 两个小时了 一追剧 半天都过去了 因为下一个剧情是什么 下一个剧情是什么 所以你被这些充满 你就里面不会觉得 你越多地吃这些食物 你就对主 就越来越没有兴趣 有的人都不明白 我以前很爱神 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好像 对主就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 牧师讲到 也都听不懂 又讲那么长这样子 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吃了很多 这种世界的食物 所以我们就觉得 对属灵的是 没有兴趣 可是你要知道 一切美好的 都在主的里面 你只要更多的亲近神 追求神 对不对 你就拥有 从神来的 像刚刚 这个戴因利 他这边所形容的 你会有神的灵 你的里面 会有美好的智慧 有聪明 而且你能够解谜语 可以解疑惑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个属灵人 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 可是当我们 如果我们离神很远 弟兄姐妹 我们就不容易 第二 你怎么样 让你的内在 可以卓越 可以卓越 跟杰出 讲的就是 要谦卑 要谦卑 但是我们要常常学习 我们这个人的内在 因为内在 刚刚我讲的 就是你的态度 你要有一个 好的态度 神怎么样的 可以来 来制作 我们的生命 来改变我们 如果我们这个人 神是 从圣经上来看 神是提升那些 谦卑的人 自卑的 必升为高 神是提升那些 谦卑的人 可是我们 我们可以决定 我要不要走在 谦卑当中 有的人 他们是习惯 我就是不要 就是看别人 都觉得别人很烂 都觉得自己最棒 自己最好 自己最美 自己最优秀 自己怎么样 所有都是看自己 觉得自己最棒 所以只要你的同事被提升 就觉得他凭什么 正大毕业的而已 有时候我们 或者有时候我们看这个 他凭什么 就很多这种 我们的想法这些 对不起 你知道我们需要追求神 只有神的灵 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别人 比自己强 我们会为着别人 被升高 感谢神 他配得 他真的被这样尊荣 而且他很配得 他很努力 我们都看见他的努力 对不起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这样谦卑 是当神的灵 真实地充满我们 我们才可以与喜乐人 同乐 与哀哭人同哭 我们看见 我们的弟兄被升高 我们就为他高兴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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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谦卑 是需要刻意的 主 我要谦卑 因为当有的时候 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因为你觉得 坐在你前面 那个讨厌的家伙 他竟然被升作经理了 你本来以为都是你 因为从各样的迹象来看 应该是你 可竟然是他 你很不舒服 你觉得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 就在这个时刻 你要知道 你要对自己说 我这个叫做嫉妒 我在嫉妒他 我很嫉妒他 所以主 你帮助我 不要那么不舒服 那你说 我怎么做呢 你就去恭喜他 当你恭喜他的时候 就觉得你会发现 好像没有那么嫉妒了 好像这个情绪 可以慢慢地下来 所以呢 你有没有谦卑 东东东东就从一些事情 你自己去检查你自己 有的时候 就是 有一些事情 别人没有鼓励你 没有肯定你 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别人都不知道 我是某某董事长 还叫我某某弟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不舒服 或者我们就服事 没成就 因为被骂了 我就觉得没成就 不要服事好了 那或者说工作上 老是被这个老板这样子 骂骂骂骂骂 人家后面来得比你还厉害 你在公司待了十年 这个事情还搞不好 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成就 我们就觉得离职 你知道有可能 在这样的环境 有时候我们会 觉得大家都在骂 大家都不肯定 这就是我们学千辈最好的时候 主啊 我就是这么糟糕 可是 主啊 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也没有办法 可是主求你帮助我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在我觉得我没有加持的时候 神 你来帮助我 来依靠你 好 那而且我知道 我做任何事 特别是服事的事 我知道这些事 大家都没有注意我 没有肯定我 可是我知道 我是为主而做 主求当你知道 我是为主而做 每一件事 我是为主而做 大家都不知道 都没有给我肯定 都没有给我感恩 都没有关系 这个会帮助你 学习谦卑 一个谦卑的人 不会一天到晚觉得 大家都要提到我 大家都要什么 不会 第三 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内在 可以卓越 就是要甘心乐意 圣经上说 你们若甘心 听从 必吃地上的美物 所以我们服事神 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们 神有时候透过服事神 就在熬练我们 神是透过服事 让你的生命可以成长 可是我们服事主 我们又常常看 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甘心的 我们说我有顺服啊 你有顺服 可是你里面不甘心啊 我就被逼的 神在寻找那些 甘心乐意的人 有一个弟兄 他是个牧师 他在侍奉上 他遇到很多的增长 所以他对上帝很生气 他也很沮丧 所以有一天 他要开车 他去一个地方讲道 他就车上 他就骂主 他就骂神 他就觉得神你不公平 我抛下一切 来跟随你 可是现在 我都没有钱了 我破产了 我没有钱买食物 我就不公平 我服事你 我顺服你 我为什么在这里挣扎 我为什么都没有 像神你说的 那样加倍的赐福 不舒服 跟神 就是骂主 跟神吵架 可是神跟他说 突然之间神跟他说 他说 你虽然顺服 可是你不甘心啊 对不起 你知道你不甘心 什么都没有 主说你若甘心 神就要把赏赐给我们 我们若不甘心 神说责任已经给你了 那既然这样子 那我为什么不甘心呢 神既然把这个服事给我 把这个事工 把这个工作给我 我就相信 就这边 你高高兴 兴也是一天啊 你不高兴也是一天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 如果说我没有办法高兴 我就说高兴不起来 我觉得 所有的业务 都在我身上 我担了很多的服事 我都快累死了 别人那么凉 而是我们心里 会觉得很不满 可是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神就看你可以嘛 所以神就多给你 那我们就感谢神 神这样看中我们 最后主要 我感谢你 当你感恩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会甘心乐意 当你感恩 你感谢神 我还可以服侍你 多好 有的人想服侍 可能都没有机会 可是神 你还看得起我 你还可以让我服侍 主我感谢你 就这边的心态 就会不一样 最后我要讲 就是要正面积极 弟兄姐妹 你要让你的内在 可以卓越 可以杰出 你一定要正面 要积极 不要很消极 什么都等人家坐 等人家催 我们要很积极 神在寻找那些 正面积极的人 该隐 你看刚刚我提到 他献祭 他跟神喜悦雅福的祭物 该隐应应该要 就是 我觉得他应该有 一个正面的想法 感谢神 那我要效法我兄弟 我也要来取悦神 我要来奉献 让上帝的心得到满意 可是他里面 受到那种负面的想法 在他里面 所以他就觉得 上帝我要服侍你 真难 我为什么要把最好给你 我也有需要 那上帝你根本不需要 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 就有很多这种想法 那我给你这一点 你都觉得算不得什么吗 你就觉得雅伯的比较好吗 这就是叫负面想法 有时候我们那个负面想法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 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消极 因为你负面的想法充满你 你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值吗 你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你看亚伯就不一样 亚伯他知道 上帝喜悦 他觉得给上帝真好 虽然我看起来 我好像有点牺牲 可是比起上帝要祝福我的 我真的算不得什么 就觉得你有没有想过 上帝给你的是更多的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常常 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只看我们没有 上帝没有给我这个 没有给我那个 没有那个 所以我们就很难过 我们就很沮丧 可是你没有看到 上帝给你更多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你没有能力去上班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你的婚姻早就一塌糊涂了 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地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虽然这个人生的路 我们觉得也很坎坷 也很辛苦 可是有上帝的同在 就不一样 所以对不起 你要这样子来建造你的内在 如果我们渴望 我再说 外在的杰出不难 当然如果你要 你只是注重外在的 这些杰出 那你去学这些东西 可能有点帮助 可是帮助不大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可以更多地追求神 让你的内在 可以杰出 可以卓越 那个外在 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一切 都是从里面发生的 但我们里面有属灵 我们里面有谦卑 而且我们里面 甘心乐意 然后我们能够积极正面 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有这样的卓越的内在 很自然就会带动你的外在 你的外在就很自然地 有智慧 有谦卑 这些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 神就可以借着你 在教会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家庭 神让你 作手不作为 神使用你 为主 作严 作光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 不难 卓越杰出的内在 只要我们 这样子开始 更多的来追求神 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主 我们来倚靠神 你怎么可能不卓越 不结出呢 可是你的卓越结出 所要带动的 弟兄姐妹 就是福音 就是人的得救 人们可以因为 因为他不会看到你的内在 他不会看见你的属灵 你的谦卑 可是他会看见你的外在 可是你的外在 是从内在发出来的 所以一切都是为着福音 为着人的好处 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子 为着人的好处 不是为我自己 可是你自己也会得到祝福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追求 我相信一切都不一样 即使我们是五饼二鱼 我们只有一点点 可是当我们愿意 献上的时候 神就要让这五饼二鱼 成为一个奇妙的神迹 愿神的话语 可以这样来 祝福我们每一位 也让我们每一位 可以这样回应神 主我要来追求 让我自己 可以有一个 卓越杰出的内在 Amen 我们可以起立 我们起立来祷告 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唱这首诗歌